日前嘉义县民雄国中蜻蜓队在全国青年杯比赛获得亚军 让嘉义人开始注意到蜻蜓运动 推广蜻蜓活动的主要工程是中正大学范房系的林明杰教授 同样身为独木洲际蜻蜓委员会主委的他 赞助民雄国中六艘蜻蜓表示支持 17、18年前在美国密西根读书 礼拜六日都看到那些汽车 然后上面架着独木洲 可以说是他们的国民的休闲之一 我们国内好像没有很多人在推这样子的活动 很想说只要一回国就开始来推这样子的活动 当初成立蜻蜓队是因为中正大学林明杰教授 那他也是我们蜻蜓委员会的主委 因为我过去也是蜻蜓选手 他以庭委会 然后水域休息贤会 以及他父亲的名义 那共同捐赠了这一批蜻蜓给我们学校 找到学校里面有医院参加的同学 然后一起成立这个社团 除了让嘉义民众注意到蜻蜓活动外 独木洲际蜻蜓委员会还计划从小学连贯到大学 培育嘉义县的蜻蜓学手 我计划 想为国手 一半吧 就有梦想想要当国手 就想说要问哪一所高中 后来他们也建议说是不是从同级高中 我就也捐了一批船 也是六艘船 也是放在那里 那他们也开始练 他们是社团性质 那民众国中还是体育班 那所以希望说 我们嘉义附近的国校的学生 如果有兴趣 其实可以来这里一起加油 在这个蜻蜓的活动上面 而且我也希望说 慢慢能够从国小 国中高中大学来体验一下 很好玩的户外的独木洲 透过独木洲际蜻蜓委员会的努力 让台湾可以看见嘉义蜻蜓活动的崛起 更可以让更多嘉义人 有机会接触到蜻蜓这项特别的运动 中正一报 黄丽玲 李一珍 嘉义民雄报导